4月2日深夜,载有最后6名梁山牧里森林火灾救援人员遗体的车队,缓缓使入西昌殡仪馆所在的江坡路,道路两侧的市民纷纷向英雄告别。 3月30日,梁山州牧里县发生森林火灾,为防止火石蔓延到附近村镇,梁山扑火人员逆行进入海拔4000多米的原始森林扑火。 扑火行动中受风力风向突变影响,突发灵火爆燃,30名扑火人员不幸遇难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很多市民从下午开始便守候在江坡路,车队到达前,他们将自己手中的花束放在江坡路镇中位置,希望用鲜花扑救英雄的回家路。 很快,马路镇中间的鲜花便连成了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长线。 昨天知道有三十名英雄已经离我们而去了,所以今天我特地赶到这里来,缅怀我们的英雄,送他们最后一层。 愿这个英雄一路走好,他天堂再没有灾难。 看到路过的车队,西昌市民张璐不住擦拭自己的泪水。 他说,这次火灾中有24位90后英雄牺牲,和自己的女儿一样大,自己一想到这里,心里就十分难过。 他们的那个年龄,跟我的女儿年龄是一样的,但是我的女儿,她们多么的幸福,看着她们我觉得特别特别难过。 你觉得父母能够称赞这种打击吗?不能的,觉得不可以,称赞这种打击。 在夜幕下,车队已经十远,气温逐渐下降,道路两侧仍有市民迟迟不愿离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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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